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DB9这个模组,大型除电与再生能源整合之技术与管理里面 第二个单元是除电种类与在微电网的应用 在这个地方呢,前面跟各位介绍它在各种除电在微电网的应用 然后呢,这边现在JHG就跟各位介绍有除了电池以外,还有哪几种除电 包括水力抽搐,压缩空气,飞轮这些 那在这个机这个单元呢,这个小节呢,跟各位介绍压缩空气除能 叫做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那在文献上常常简写成CAES 我们先看这个压缩空气除能它的基本原理 CAES它除能的原理 那当这个有额外的电力的时候 有额外的电力的时候 这个电呢,就输送到这个马达 这个马达带动压缩机,Compressor 把这个外面的空气呢 用高压的方式把它储存在地窖下面 在地底下这个储存槽这个地方呢 通常都利用天然的地理结构 比如说这个油气田它已经都抽光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或是盐矿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当需要用电的时候 这个高压的空气呢,再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的时候 它等于是说,经过这个,把这个释放呢 经过所谓的热交换器 把这个加温,这本来是高压的空气 把它加温变成高温高压空气 送到这个温轮引擎这边 然后呢,跟这个燃料 燃料在这边的燃烧 带动这个温轮引擎产生电力 那这个产生电力出来 这个是在高温高压下面的 当然这边的空气是给它过量的空气 所以这等于有点像是负氧燃烧那样子 然后这个没有烧完的空气呢 继续在下面呢,变成稍微低压的空气 低压的空气 然后呢,再跟这边的后,第二段的燃料呢 在这个地方再做第二次的 再低压的Turbine 继续再发电,再燃烧发电 那这个燃烧以后 这个废气呢,经过这个热交换器 把它的热呢,那个交换 那用来这边的进来的空气的加热这样子 那它这个本身来讲 并不是说把它直接用空气 直接带动温轮引擎 而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呢 比传统的电厂来讲 它少了一个需要把这个空气 变成高压的,加压的这个动作 那也省掉很多的电能 所以它这个等于是 有点节能的这种现象 但是也等于算是除能的一种 那这边呢 那这个第一个呢 是最早呢 是在好像在德国 它这边呢 在1978年建了第一个压缩空气的 这个储电,储能厂 它是这个地方 它用这个single train的Turbine 它的压缩跟那个涡轮机这样子 那它本身的储潮呢 大概它体积呢 它本来这个原来是盐矿 开那个盐矿 那这个盐呢 都已经开采光了 然后剩下空穴呢 它就用来做这个示范运算 那个示范运作的长子 在这边 那它这个本身来讲呢 还蛮快的 就是说 从那个 两分钟 它可以把它下档 那 每分钟呢 90个mini watt 这样子呢 一直到整个全载的话呢 大家可以做到 变化 其实启动还蛮快的 那主要是它压缩空气 本身来讲 放开放 这个它都还蛮快的 这样子达到它运转 那它这个本身来讲呢 它跟整个电网呢 那个连结在一起 所以它能够自动 正知道电网的不稳定 然后它能够补充电网 里面一些缺电的一些现象 它可以直接 那个 那个自动的 那侦测 然后启动 那启动速度也蛮快的 所以对稳定电网 也蛮大的帮助 它这边呢 等于它不算真正的除能 但是呢 它等于是帮忙保护呢 就而且 那个平稳 它本身 无效的功率 能够把它免除 就等于是一个小的 锄电的方式 电容的方式 然后呢 能够 那个消除 那个无效的功率 the reactive of the power 那 本身来讲 Black Star 这个就说 那个 就是全黑的时候 如果通常断电的时候 那它可以马上的 补上去 那个 先做短时间的补充 补上去 那等到真正的柴油机 柴油发电机在启动的时候 那个这个空档期间 它可以做补 这个全黑的启动的那个 补偿 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是在美国 那美国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1991年 建的 稍微比它晚了一些 那它本身来讲 也是用Single Train的 就单一的那个 Turbo Expander 跟Compressor 那它刚好也是用的 当然也是用 看到那个盐框 开设完的这个Single Train 在这个地方 那它的体积呢 跟前面一个差不多 但是它原来的两倍 那体积呢 大概是前面一个的 大概两倍左右 这样子 那它给储存呢 大概是2600MW小时 这样子 所以来讲 那储电量还算蛮大的 那目前来讲的话 整个目前在储能来讲 最大的是水力抽取发电 那第二大大概就是压缩空气 但是压缩空气 它的问题是 要找到适当的场子 就是说地底下 有个完全密不通风 能够承受高压的这个一个洞穴 这样才可以 这样子 那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那个Winter Heating 那Summer Cooling Period 都可以用 这样Daily Cycle 这样子每天充放电 大概都可以这样做 而且它这个好处 就像前面的讲到 它那个启动 其实跟Shut Down 还是蛮快的 在这边 大概只能讲说 这个重点呢 大概是说压缩空气呢 大概基本的运作原理 那目前呢 是有两个 全世界有两个 示范验证的场子 那这边 给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 它的压缩空气 它体积大概多大 所以真正讲的话 它其实需要 蛮大的场域 从那个地方来看 就是说它的体积能量密度来讲 其实是蛮低的 你需要很大的空间 但是如果在地底下 既有的地方的话 就没有关系 那它启动 关闭时间 其实还蛮快的 它大概应用上面呢 它可以储存到 大量的电量 所以说除了说 而且它启动 关闭时间相当的快 所以这个来讲 对于整个能源的管控来讲 调配来讲 是蛮好用的 但是要找到适当场域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 是蛮好用的 它是蛮好用的 好用的 最后 词